黄头大小一个增生物 而且这个增生物好像是一直在不停的 在长得比较快 越来越大 然后又过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左右 那个增生物长得大概有 能把眼睛的遮住 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越来越 一下就长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初步鉴定的是这个顺膜增生 顺膜增生有可能导致眼睛失眠 而这对于已经十岁的飞龙来说 后果不堪设 首先 失明会影响他的进食 其次 失明的飞龙 如果回到失群中间 再发生打斗的话 他的防守会出现问题 相当于自己的重要部位 有可能被咬到 这样的后果是直接致死 于是 动员决定实施手术治疗 通过手术 割去飞龙眼中的增生物 可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要手术 第一步就得先麻醉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该怎么对他进行麻醉呢 那刚才呢 两位也提到了 这个飞龙得的病叫顺膜增生 这是个什么病啊 顺膜增生因为 这个人的眼睛里面是 只有上下眼睫 他的第三眼睫 就是顺膜已经退化 退化成了内磁毒分 那么动物这一块没退化 所以他在我内磁部分里面 还有一块眼睫 内侧的有一块眼睫 有部分遮盖眼球的 有这么一块组织 这块组织能干嘛用 他主要也是保护眼球的 如果这样的话 有可能导致这个眼睫失明 第一关就是先逮住他呗 对麻醉 对 脑袋有多大 脑袋 脑袋有这么大吗 也说不出来有多大 如果是这个面对面跟他接触的话 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 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动物园以外的人 见到他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 应该讲怕他的 你们是吹管啊 打针啊 我们是可能是 这个别人想象不到 我们是用印第安人 用这个武器吹管 那个就是他这个吹管啊 这个动物是比较聪明的 这个特别林长外 他们特别聪明 包括这个狮子老虎 也是非常聪明的 特别老病号啊 你根本就没法吹 他一看哪管了 他一看哪管都认识 包括这个医生 包括这个我们兽医啊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管 管 他拿着这个管就觉得怕 拿着管才知道大家来吹他 所以这个屁股就是躲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 他在哪个部位 对 如果你吹他屁股的 他就把屁股投掃你 屁股到后面你吹不到 你如果吹他什么位置 他会把这个部位给他藏起来 对 你就很难吹到他 对 甚至有的这种像林长那一道 像星星那一样 你吹到他了 他把你拔下来 嗯 他会拔掉的 一般就是去这个 特别是注射多次 这个